我们如果阳虚跟阴虚 我们给它稍微区分一下的时候 是阴阳虚实 如果是肾脏的阳虚的时候 也会有头痛啊 但是头痛呢 会痛到牙齿去 阳虚的时候 头痛会痛到牙齿去 头痛很强 而且头痛入死 那这是因为 我们讲阳虚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阳在上 阴在下 我们叫做上时下虚 阳在上面阴在下面 那下面就阳虚了嘛 这叫阳虚 实际上阳在里面 只是阳不在这里 阳跑上去了 那阴在下面 所以我们称之为阳虚 阳虚的发生的时间呢 大部分都是大吐 吐血或者有下血 大便有猪血 病人呢 会有阳虚 阳虚的最标准的症状就 手足冰冷 手脚冰冷 手脚冰冷 这个眼睛圣寒瞳孔 对不对 所以眼睛能够看 那现在呢 阳虚料的时候 看不到东西的 全部看不到 阳虚料的时候 不能见物 那一阳虚的话 这边是下面就是阴 对不对 阳在上面 阴在下面 阴没有阳来控制的时候 阴是不是跑出来 肾主二变 小变就是很多 那你平了 不能控制嘛 这个都是阳虚的现象 如果是肾脏 同样是肾脏 如果是阴虚 像我们在阳虚的时候 这种情境就是 我们才会 张诺你才会 出一个贵风大罗 老师你怎么知道 还阴虚 阴虚啊 有几个症状 第一个 阳虚的时候 你眼睛都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阴虚的时候 看到五彩 今天看到金色 明天看到黑色 黄色 眼睛怎么花花的 阴虚 后面我们讲 上海经过 还会再细讲 这个 那阴虚的人呢 就会有 老师 你不是说 圣 祖耳吗 开叫的耳 所以阴虚的人呢 刚开始嫌耳鸣 再龙 刚开始是耳鸣 耳鸣到后来呢 耳鸣就是说 里面叫 但还可以听到人家讲话 龙就到什么 什么都听不到 阴虚的现象就是这样子 那阴虚的时候 手脚还会是热的 阴虚的时候 手脚还冰冷 好 在 临床上看的时候 那因为圣祖大小二便 那时候老师的时候 实在记不得 有时候忙起来很忙 记不清楚 对不对 必然问他 你要知道他圣阳虚还是圣阴虚很简单 答应好不好 早上一次很好 下午的时候不知为什么 跟下了一个两三次 阳虚 大便馆 圣祖二便 好 一天一次 一句讲完了 好